更没有刻意的构造 四散开的是它静默的美 于是你看懂了艺术最沉默的语言 静默是一只洁白或深红的美学孤独 燃烧你猝不及防 在离开中国多年后 带着百渔幅作品 孔白鸡再次回到古乡上海 举办它的油画展 此次展览是上海美术馆举办的 上海当代油画名家系列展之一 这个系列的展览 试图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上海各种风格的油画传统 做一次总体的学术研究和梳理 孔白鸡 浙江尚余人 生于1932年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主任 傅教授 参加上海12任画展连展 1979年 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敦煌印象 1980年 在日本东京中央画廊举办个人画展 1981年 参加美国纽约 波士顿等城市美术馆举办的 中国现代化展览连展 1985年 被日本美术年鉴评为世界文化名人 并授予新锐巨匠称号 同年赴美并定居美国 多年来 孔白鸡始终坚持在自己的绘画中 探索纯粹的形式问题 他将东西方的文化精髓 与绘画语言柔和得生动完美 摸索出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言 他创造性地使用厚皮纸当作画材 皮纸柔软的质地 使得油彩不容易干裂 而传统的油画颜料与皮纸的邂逅 更是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风情 他的画色彩和谐 大多以暗色为基调 很少有绚丽跳跃的颜色 大气浑然而又带有朦胧美 所选的题材 大致可分为肖像 风景 建筑 敬物 宗教等 视角宽广 意境开阔 这个浑然的机会呢 在1952年呢 我就看到了一份旧的杂志上 登了法国的 印象主义画派的一些画家的作品 比如说 Sarang啊 Monet啊 Van Gog 以及后来的Mathis等等 我当时很震动 我认为 这个好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但是其中他们有一点呢 我认为非常可贵 也就是说他们很自由地 想画自己的东西 我想呢 这个艺术创作呢 是完全是个性化的事情 如果是没有了个性 那这个艺术就没有了创造性 那就没办法谈艺术了 但是我就暗暗地想 也许我喜欢这个画 也许我将来就画这个画 灰暗的色调 特殊的材质 呈现出的斑驳的激励感 让空白机的画 带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气息 故乡的老屋 故乡的山水 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都成了一个一乡游子 梦中最深沉的思念 童年时的梦想可还记得 曾经的憧憬可还坚持 岁月带走的是时间 带不走的是回忆 老屋依旧无声无息地 经历在记忆的深处 每一扇窗 每一道门 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 带着些许梦的颜色 像一个老朋友般 亲切而温情 于是 生命也因为记忆的深刻 而更加厚重 时间因为记忆的积叠 而更加漫长 岁月并不宽容 它可以叫沧海变成桑田 可以叫一个天真孩童 变成白发老人 却因为这静默 在记忆深处不变的风景 击败了岁月的侵蚀 重温了人们所有市区的美好 空白机就这样 在中国的民间艺术中 寻找着自己的艺术之路 那些静止的壁画 仿佛带着被岁月侵蚀的斑驳色彩 缓缓地邀你进入一个神秘的时空 在这里 神性的光芒笼罩着一切 繁衍已不足以解读 理性退让到了一边 只剩下心中最原始的 对美的感知 一点点地将你卷进历史的洪荒之中 那体态丰裕的菩萨 呼如宁知 含笑垂目 轻轻一念手指 云云众生 便在他温柔的目光之下 平了焦躁 安了心神 那摇曳的衣裙 飞舞的彩带 飘飘起 鸡欲飞天 美轮美奂地 再现着盛世的辉煌 指尖仿佛流淌出 来自天国的妙音 活过了千百年的沉寂 偏然而知 于是脉搏和呼吸 都好像接受到了 古老的生命发出的信号 跟着这鲜悦的流转 而高低起伏 岩壁上的岁月早已远去 神女的笑容 回样天边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世界上 任何一种色彩 看到世界上 一切美好的表情 却永远也无法用语言 去描述她的美 庄严 凝重 神圣 洁净 生命一点一滴地 从灵动自由的色彩 与线条中渗漏抽离 四散到周围的空气中 定格成一种静默的姿态 它似乎已经超越了 生与死的常态 而呈现出一种不断涅槃重生的永恒之态 于是 我们的内心没有了丝毫杂念 唯有在相顾无言的静默中 虔诚的膜拜 膜拜这清晰而辉煌的华夏文明 膜拜这古老而创然的历史岁月 膜拜这艺术的通灵带来的 在灵魂深处跳跃的光芒 城市建筑也是空白基创作中的一个主题 除了中国的城市 空白基游遍了美国的东西部 和加拿大 意大利 西班牙等各国的城市 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的生命 每一座城市就是一段历史 他们静静地立于天地之间 占据着一方时空 或繁华喧闹或寂寞冷清 他们从繁盛到衰败 又从衰败到繁盛 历经了时光的流转 终于成就了今天的模样 于是 画家笔下的城市建筑 总是带着厚重的文化感 不管是阳朔的古屋 威尼斯的石桥 意大利的教堂 也或是西班牙的街道 每一种色彩与形状的构造 线条与物像的放置 都在不动声色之中 悄然地将历史的气息藏进画框 任凭人事流转 几番轮回 他们只是自顾地静默着 见证着一段又一段的光阴 许多心情一落下笔 就成了廉价的感受游戏 倒不如静默 静默地注立在这些画前 看盛放的花朵 看逝去的风景 看沧海桑田的岁月 然后静默地回味 艺术在瞬间带来的激张 感受心灵的碰撞 擦出的火花 感受时光的洪流滔滔而过 感受生命在这静默的凝视之中 变得更加深远而绵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